連鎖Beeam 咚咚咚咚牆大家好 我是咚咚 美版SM12的御主卡表終於公開囉 有些因為繁中版發行才看我影片的觀眾要注意囉 美版的御主有很大的機率不會變成繁中版的御主來發行 剛接觸線上版的玩家這個御主值不值得買 就讓東東來幫你簡單分析一下吧 影片的最後也會有御主的排行 這次排行我想做個改變 之前是將多種要素綜合在一起評價 導致有些人可能會疑惑到底排名第一名的御主 是戰術結構強能打御主比賽還是卡料豐富值得購買呢 稍後都會為您揭曉 那就先來看看御主介紹吧 首先是蓋歐卡御主 主角蓋歐卡可以從氣牌堆填兩顆水能量給自己的一隻寶可夢 可惜的是牌組中除了招式效果能夠幫我們丟棄能量的卡只有三張卡 一張是長盤森林另外兩張是溜冰妹子 所以蓋歐卡很難幫我們在前期做事 第二個招式要填到四顆能量才能打130傷害喔 打完還得拔一顆能量 這麼蛋疼這麼難用的招式呢 絕對不是我們開局的首選喔 很高興副打手帝王拿波替蓋歐卡搬回了一些面子 他的第一個招式可以模仿自己進化鏈卡片的招式 而且因為他是模仿 所以不必符合被模仿招式的能量需求 但是招式的效果呢仍然得處理喔 也就是說 只要我們填一個能量給帝王拿波 他就能使出波皇子的三水能的招式 打對手後背區一隻寶可夢100點傷害 然後拔掉自己全部的能量 也就是一顆能量而已喔 哇 100傷害幾乎可以秒掉大多數的基本寶可夢了 對手一定不敢亂下基本寶可夢 而且有些寶可夢進化了血量還不一定超過100HP喔 另外他也能模仿波加曼三水能的招式打80點的傷害 如果被這招打到的是基本寶可夢 下回合就不能攻擊喔 拿波本身160的高血量也很難被擊倒之外 弱點是電系在御主賽制根本找不到可以克他的喔 有電系寶可夢的御主 有雷公御主 傑拉奧拉御主 跟快龍御主 但這幾個的出場率根本都不高啊 所以只要養出帝王拿波 沒意外的話幾乎可以穩拿對手兩張獎勵卡喔 另一個副打手戈打壓 填兩能打80點傷害的快攻 可以給對手要趕快進化跟填能的壓力喔 招式效果是攻擊完要將身上的一個能量回到手上 看起來不太實用 但其實大有妙用喔 可以搭配人物卡溜冰妹子 丟棄能量卡可以變成抽4張卡 還能搭配抽卡能量 把抽卡能量回首後下回合繼續填能繼續抽牌 只要對手打不死疙瘩壓等於每回合都多抽一張卡 夠妙用夠強了吧 其他輔助寶可夢就是抽牌干擾跟躺傷害而已喔 值得一提的是特性菲歐娜這張卡是BUFF環境內水系的牌組 講個例子 現在最氾濫的超能小人牌呢 特性奇拉蒂娜在前場 後備區養著一堆烏賊王可以填能 這時候發動菲歐娜的特性就有機會讓對手把自己的烏賊王推派出來喔 不僅可以削弱對手的鐵能速度 也可以避免奇拉蒂娜不斷飛回來撲傷 總結一下蓋歐卡御主 遊戲初期不要用蓋歐卡當作你的開局寶可夢 先用全海森抽大量的手牌或者進化疙瘩壓打快攻喔 然後養好帝王拿坡之後呢就趕緊派他上去收割剩下的獎勵卡吧 如果你是想打線上版玉竹比賽的人呢 我會推薦你買這副 如果你是要以這副玉竹的卡料去轉職STD賽制的人呢 我也會推薦你買 因為我蠻看好帝王拿坡可以組牌組的 本身沒有特性所以可以用人物卡小蘭快速的拿到糖果來進化 而且道具卡寶可夢通信也是高級球退環境之後呢 很多牌組必放的道具喔 之後會發玉竹改造的影片 希望我可以想出不錯的組合給大家喔 接下來介紹顧拉多玉竹 主角顧拉多的第一招也是填兩人 跟蓋歐卡不同的是他是從手牌填的 所以如果開局手牌有2-3張的能量卡的話呢 推派顧拉多是很棒的選擇 而且田能給他自己下回合也能打快攻130傷害 即使會手算一回合呢 在前期也是有足夠的壓制力喔 副打手烈咬路殺不論是特性還是招式效果呢 都可以依照使用時機去增加傷害 而且靈費撤退也是他一個可以做戰術換位的優點 跟顧拉多的弱點一樣都是草系 但草系在玉竹的賽制呢出場率不太高 不需要太擔心喔 另外一隻二階寶可夢是殘除王 特性跟SM7熔岩蝸牛一樣 每一回合可以使用一次特性 把想要的一張卡呢放到牌組最上方 聽起來好像很不錯 但我覺得其實蠻爛的 首先你要先想辦法把它進化到二階才有這個強大的特性 但殘除王根本不會是我們最優先的進化選擇啊 我們一定是優先進化烈咬路殺 除非對手卡牌 不然根本不會給你時間用殘除王的特性呢 一步一步養出其他的寶可夢 再來 殘除王的招式能量需求太大了 填四能是什麼鬼啊 你會想要在前期拼命養出一隻需要填四能才能攻擊的打手嗎 應該不會吧 所以另外一個附打手的位置只能弱在頭指吼跟頭摔鬼了 但是這兩隻的弱點偏偏都是超能系 獄主賽制很容易遇到對手拿普奈牌組或噴火龍獄 算是有點劣勢喔 最後一張有價值的寶可夢卡特性夢幻 在各大主流牌組很常看到會外掛一張 因為古姿馬退環境的影響 很多人會放一些招式效果可以直攻或者鋪傷對手後背區的寶可夢 夢幻在這個時候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保護作用喔 其他trainer卡的卡料跟蓋歐卡御主的大同小異就不再介紹了 總結一下顧拉多御主 依照自己手上的能量張數來決定開局是否採用顧拉多 否則就選擇頭指吼來不斷的抽牌 通常都優先養出烈咬露莎喔 其次才是殘除王 非必要不要填人給殘除王 太難滿足攻擊條件了喔 如果你是想打線上版玉卒比賽的人呢 我不是很推薦這副 如果你是要以這副玉卒的卡料去轉職STD賽制的人呢 我會推薦你買 因為有SM5特性路卡利歐 場地卡格鬥道場 以及裝備卡黑袋 可以搭配成有系統的牌組喔 日後也是會拍玉卒改造影片給大家參考 最後來講一下推薦的排行榜 就是我個人的想法僅供參考 如果你喜歡或者想打哪一副玉卒 就直接買了吧 不要再猶豫了 個人預測較適合拿來打玉卒比賽的有 蓋歐卡 水劍龜 噴火龍 炎蒂 雷弓 想買來湊卡料或者轉職STD賽制的呢 我會推薦你買 蓋歐卡 布拉多 土耐 雷弓 對於新玉卒有任何想法的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喜歡我的影片呢 不一定要訂閱我 我是採佛系訂閱的 幫我按個讚我也會很高興的 咚咚咚咚咚強 我是咚咚 我們下集見喔 掰掰